我好像我工作到那個園區 我每次回去 旁邊的公司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我覺得到底是經濟太好 還是經濟不太好 為什麼大家不停的關門呢 我好像聽到旁邊的那家公司 營運都好像很不錯 但是後來發現 因為園區 渣渣 渣得太厲害 就是讓人家沒法帶下去 就有好多這種 這種不停的變化 我覺得那個城市變成 有點像其他 很像很像其他 好像留約 留約我也住了一段段時間 它變化出途也很快 人老的出途也很快 但是它不會把所有東西都拆掉 不會把所有東西都布了為布了殺了 我十年前去留約 十年後去 那些店還在 可能有一些人不在 但是店什麼 街頭都差不多 但是北京總體 總體來說 對我來說變化太快了 連飯菜的味道都會變 都會變 因為我在北京 我打電話叫外賣 有一種電話挺好 就是上面有幾十家餐廳 你可以叫 它都給你送來 北京可能人工便宜 香港沒有這麼 它都送到你家 但是問題是 我今天看的這個菜好吃啊 第二天還叫它吧 到第三天 不一樣了 味道不一樣了 可能是因為它已經頂手了 頂給別人去就換了 廚師 除此都換了 對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那些店 就是我在北京 我也不敢推薦 因為有些店 就是我吃過好吃 要是我有一段時間沒去 我也不敢推薦給人家 對 床疤可能也不是當初的床疤 對 床已經變了 這情況就香港其實一樣嘛 香港好吃的店 基本上你不能去超過三次的 因為很簡單 華人嘛 我們剛剛講的華人是什麼 你的店做得不好不好吃了 就倒閉 說得好的話 經過一年之後 那個廚師啊 一定想自己當老闆 一定跳槽 要不然就有一個老 老錢人去吃過 把它挖走 好吃就把它挖走 對 他也沒有說什麼中成中心 所以幾乎任何店 都不能長期去 可是有一次來中 紮成的來中店吧 來中店會好一點吧 那電很小 而且重點在於說北京啊 說回北京 我覺得 因為快 是幾乎 基本上每個中國的城市 都一樣嘛 甚至全世界發展的快 我倒是覺得 從一個角度來看 我嫌它發展的不夠快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已經沒辦法 把它速度拉慢了 不可能的 OK 那請你變快一點 什麼意思呢 會變得更文明一點 或說 所謂快的變得 而且更多元化一點 因為我覺得說 不管它怎麼變 有什麼樣的店 基本上都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 從裝潢到裡面的菜譜 到味道 我們去你剛說的 紐約 去任何的城市 日本更不用說了 總會找到一些店 他可能在那邊 五年十年 那味道感覺很不一樣 在中國 每一個地方 你去那個 紐約發展都一樣 都一樣的 那你根本 越來越沒有去 中國旅遊的興趣了 而且特別當那些 古代的文物 全部被 纏走之後 我前兩天去這個 重慶 他們跟我講 重慶最繁華的 這個這個 中心區域 說現在已經建成小香港 真的是 完全的 就是跟我當年去重慶 大便一樣 重慶的那個山城 按說是走的那個 青石板路高高低低的 現在完全沒有 而且呢 為什麼我一看啊 真的是小香港 因為那個樓 它要打造 比如說跟我講啊 它現在已經是世界第十大天際線 還是亞洲十大 什麼叫天際線 你知道嗎 天際線 好比是你在 我們尖沙嘴看中環 這種 這種 就這個天際 這叫 Skyline 形成的一個天際線 好 我一看這個天際線 真的是跟香港一樣 而且有一個樓的樓頂啊 跟那個IFC的樓頂 一模一樣 我去重慶是有這種感覺 因為在北京 它都是平的 因為它在重慶 它是山下面不停的建一些房子啊 這種 我去到重慶 一直在城市裡面的時候 我發現 這真的是感覺蠻像香港 對 你在香港 但是山下面不停的建 好多的建築 對 後來我說 最早的重慶 這個這些老街道老房子 在什麼地方啊 有 我帶你去看 慈禧口啊 就又都重新建了 它就 現在 又重新建出來 對 現在是建一個 主要城市建成一個香港 然後呢 你如果要 什麼 看一些老東西 舊東西 那也專門在一個地方 建起來 讓你去看一看 還有我也被朋友帶去 他說 我問他舊的地方在哪裡 他說有 帶你去看 原來去一個地方 當然全部是新的 然後呢 那個新的地方裡面有一個 好 好矮好小的房子 裡面呢 有一個模型 就是當年他重蓋了那個模型啊 好像玩具一樣 給你看 那就是了 嘉惠 那是我們五十年前的古城 一百年前 兩百年前的古城 那我們幾人看玩具模型 對 幾人看那個model 什麼都沒有了 那所以我覺得說 還是中國要去旅行 就趕快去旅行了 不然就一天比一天比一天 你說他 你喜歡研究愛情 我就有這個聯想 一個老在這麼樣變的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人呢 他的這個人際關係 包括這個談戀愛愛情 會不會也是有變化 我覺得這個跟 因為每一個城市都變得很快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基本上是 蠻影響我們年輕人的 的感情的觀念 但是我覺得一孩進車下 一個小孩這個 對 我覺得影響更大 怎麼講 因為我覺得我覺得好像 我成長裡面 我是有哥哥跟弟弟的 我有好多兄弟姊妹 我在成長裡面 我精神跟他們吵架 在爸媽面前就說來說去 我們從小就很能接受 事情跟我們發展 我的想法不一樣 我想怎麼樣 但是最後沒有發展出我的想法 的方向 對 在內地 大家因為一個小孩的關係 就是爸媽都是照顧你 你也連討好你爸媽都不用 都不用 你爸媽趕就來討好你 所以對他們來說 這種就是他接受不了事情 跟他們想法不一樣 所以他們在愛情上面 因為受到措戒其實蠻大 很容易就會受到措戒 我就不會 我去泡一個女生 人家拒絕我 我不會太受傷害 對 因為我從小就不停的受傷害 所以我都沒有什麼感覺 對 但是我發現好像我 因為我跟好多年輕人交往 然後我也寫一個專欄 是專門講這種愛情關係 美國人來寄信給我 我發現有一個很有趣的一點 就是好多寫信來說他感情的問題 是什麼 都是接受不了伴侶 不是沒有把他戳葉留給他 處女 處不是處女 你說男的不能接受女 我沒有說處女 我說戳葉 初夜 初夜 就第一夜 第一夜 因為我為什麼說 第一夜 你說男不能接受女 還是女的不能接受男 一般來說 我們覺得是男不能接受女 但是我發現 在內地寫信來 好多就是女不能接受男 也有好多 這個話題有意思 先去一下廣告看看 槍槍三人行廣告之後見 出夜 這個好好解釋一下 因為 因為 這種問題其實我們在香港也有聽過 就是男生可能接受不了女生 但是一般來說都是 可能是你練大學 也不然就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才會有這種問題 但是我來信 我接受這些讀解的來信 你發現三十幾歲 還不能接受女朋友 沒有把她第一夜留給她 我說你三十幾歲 女生也是你認識她的時候 她都三十歲 她怎麼可能把第一夜留給你呢 還有就是女生也接受不了男生 接受不了不是同男 對 雖然我不知道她 我怎麼知道 對啊 就是男生要叫你長啊 太好裝了嘛 太好裝 因為男生其實是 每次都裝 你每一天都裝 沒有 剛剛彭導演說到 那個獨生子女的談戀愛 是有問題的 我那個年代跟你一樣 我們很多兄弟姐妹 覺得說我跟女朋友分手之後 我就總是希望說 打聽她的消息 她過得很好 我就安心了 聽說現在這一輩不是的 是說網上很流行說 當我打聽我分手的女朋友的消息 然後就說 我知道你過得不好 我就安心了 到了這種心狠手辣的地步 因為她是要自我中心 其實因為你說對了 因為她在成長裡面 每個人都是對她好 她接受不了分手 她接受不了分手 因為她覺得 所有東西都應該留給 跟這個第一夜的情況是一樣的 我們小小 好多兄弟姐妹 一天晚上吃飯 接著下來為您播出 西安樓冠文明啟示度